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收看 為了預防疾病 首先要把健康基底打好 今天的好辣醫師團 就要來教大家 如何補對食物 身體好 三位藝人們 平常如何進補呢 中國人愛進補 尤其我們也很愛進補 天聚夜冷 台灣人也愛進補 但是到底怎麼進補才把身體吃好呢 有人喜歡吃 燒酒雞 對 可是這些到底能不能補呢 應該可以吧 對 今天一起來教大家 只要這個做 讓你冬天不怕心血管疾病 冬天的時候因為溫差的變化 會造成我們的膠胺神經興奮 這時候我們也發現說病人的血壓 跟這個心跳會變快 這時候我們常常看到 門診很多病人 本來血壓的控制很好 突然就飆高了 這時候我們心臟血管疾病 或是腦血管疾病的發生率就會增加 有幾次心肌梗塞 我記得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他是三十幾歲 大概三十出頭而已 本身也沒有什麼過往的病史 也沒有高血壓糖尿病 那些三高 結果有一天突然就是在清晨出去運動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剛好寒流來 結果他就倒下去 那送來急診的時候是沒有心跳跟呼吸 當下因為他年紀很輕 我們就盡量急救 大概救了大概快二十分鐘 然後結果他恢復心跳跟呼吸 這時候我們趕快推到心臟管疾病 發現他在左前降致的前段 整個塞住了 當下趕快擺了一支支架 然後把它打通 那這個左前降致 其實前段的地方 我們都戲稱他是寡婦血管 因為就是中年人或是中年人 常常在這個地方如果血管阻塞的時候 會造成猝死 那後來這個病人 其實他昏迷了一段時間之後 他有醒過來 可是後來也是經過很長期的復健 他還是頂多 看起來像呆呆的這樣子 有治癒法 對啊 他就是因為腦 當時在缺氧的時候 腦部受到損傷這樣子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在冬天的時候 大家要來注意保暖 那尤其你在冬天的時候 尤其清晨的時候 溫度就比較低的時候 我們室內的溫度比較低 可是出門的時候 突然外面含流來 就是氣溫驟降 這時候我們體表 我們的溫度就會突然降低 這時候我對心臟都是這種挑戰 所以注意 遇寒就是非常重要 我們腸胃科比較沒有會 因為溫度低 立刻致命的疾病 可是在這種天氣裡面 很多人腸胃不舒服 非常非常多 因為溫差太大 蠕動會異常 所以在溫度變化的時候 就三四月跟現在九月十月 事實上腸胃科病人非常的多 叫做功能性消化不良 這個就是一樣溫度要 等於是保暖要做好 但我倒是分享一個 他晚上吃飯覺得兇悶 送去醫院已經瞳孔散大 五十七歲 心肌梗塞就走掉 所以這種冬天 確實是心臟科會非常的忙 我們中醫來講 他們講說 水客火 真的是 因為冬天是水氣是比較旺 心血管疾病是屬於火的 水客火會立刻受傷 所以心血管疾病在冬天 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殺手 像我們家就有遺傳的那種心血管疾病 我阿嬤就是那種半夜起床尿尿 然後突然就是太可能氣溫溫差太多 本來在被子裡面起來 然後我阿嬤就是因為這樣中風 而且她變冠性中風 她中風了三次 然後她在床上躺了大概將近三十年 才就是走這樣子 我媽媽說我小時候會是那種 比如說帶我出去玩 然後走著走著 然後就轉頭跟小孩講話 轉頭小孩怎麼不見了 到處找 我爸他們就會小時候就會說 那你要隨身要準備一些心臟的藥 就自己當醫生你知道嗎 我有一次這樣我差點害死我自己 就有一顆那種小瓶的藥 那是蛇下定 然後他就跟我說 如果你有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你就要趕快含喔 我說喔好 然後有一天我就 因為拍完戲 然後要趕高鐵 就是去高雄做活動 要趕回來再進棚 那我就趕趕趕趕 趕的過程我在高鐵上 我就覺得呼吸困難 一直催我自己 然後催之後就覺得這裡 整個憋住 有點吸不到氣 那種感覺 我想說對 我有蛇下定高 拿起來就寒了 你知道我寒了之後 我整個攤在那邊 我不能動 血壓掉 後來才發現說 我們不可以亂吃 因為我的這種情況 不一定是血壓高 也有可能是血壓過低 那如果你含了蛇下定之後 它一下子在降低的時候 更低 我可能就會因為這樣昏厥過去 消化干油片 它本身會有降血壓的作用 那心臟科 常常拿來當作 急性降血壓的一個藥物 所以如果你血壓本來就很低 低血壓的 你這時候喊的時候 你馬上就倒下去了 對啊 我當下攤在那邊 還好那時候公司 還是有人陪著我 否則我可能就是 我完全下不了車的那一種 那你心臟有去檢查嗎 我就有去檢查 就是說我有輕微的心半膜的 二肩半脫脆 對 應該是這個病 大家知道夏天要多喝水 人家會跟妳講說 你夏天要多喝水不然妳會中暑 其實冬天也要多喝水 對 也要喝水 為什麼 其實我們這邊有個三十幾歲的病患 他是上消耗到出血 剛好就在冬天 開它 就是我們開到進去的時候 它那個肚子裡面都是血脹的跟什麼一樣 我們開進去把那位化開 有出來兩三千七七的血 非常多 我們繼續把它補好之後 因為他年輕嘛 所以他恢復得很快 第八天就出院 就出院第三天就被送到急診室去 我們做電腦斷層一看就腦出血 因為他就是被募集倒地的 他說那時候他回家其實都還不錯 其實但是體力也沒有很好嘛 就躺在床上休息嘛 他媽媽這樣就叫他起來吃飯 就一起起來就開始這樣搖搖晃晃的 搖搖晃晃的 然後左邊兩步就動就倒地 就叫不起來 趕快就送到急診室 後來我們再看這個原因 他媽媽就說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開到那七天 他沒辦法吃東西嘛 他後來吃東西吃了三天就回家了 回家一開始開完刀之後 食慾也不是那麼好 也沒有喝那麼多的水 所以他其實血壓一直維持 還蠻低的狀態之下 那加上可能因為剛開完刀 雖然他年輕嘛 剛開完刀他體力也沒有很好 一般人來講的話 你如果突然變化一個姿勢有沒有 你身體的智慾成績會調節 血壓不會變化得太快 可是他因為可能開完刀 體力又有點叉叉的 所以突然站起來的時候有沒有 可能這幾天又吃不好 體力又沒有很好 血壓一下就沒有上來 就開始昏了 那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你其實光光一個小動作 就可以幫你 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在美國研究 哈佛研究發現 他針對七千人研究 你只要每天多攝取 五公克的膳食纖維 可以幫助你有效降低 這個冠狀心臟病的發生的37% 那五公克纖維 你可能沒有什麼 那大家的拳頭可以幫我握起來 這樣的一份的蔬菜 一拳叫做一公克 意思都是說 你可能每天多吃個三到五份的蔬菜 你就可以有效的預防 這個不然你倒下去了 剛剛講的那些例子 那其實我們台灣 就大家在吃東西都有所謂 上班族恐怖四大天 晚上便當店啊 麵店啊 素食店啊 早餐店 這些很多油啊 你會發現青菜含量是比較少 所以現在建議大家 如果說我們一般在 像我們錄影有吃便當嘛 那便當的三個菜啊 你一定要有意識的去選擇 它都是青菜的 不要是說有什麼 豆干啊 蛋啊 那個都不叫青菜 你可以選擇有 黑的 紅的 像番茄 木耳 各種顏色的蔬菜 它都叫菜 所以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上班族 是去自助餐點的話 你可以有意識的多夾幾個菜 筍子啊 菠菜都很好 那如果是麵店的話 以前我們點麵的時候 是不是大家都是 兩三個人一起 點一個燙青菜 其實這樣太可憐 真的不夠 你可以一個人 就點一份燙青菜 那三四個人 你就有三四盤 那至少你在每一餐 都多一份的話 你就可以有效避免這種狀況 因為聽起來 自助式火鍋 那個一個人吃火鍋 是最健康的 其實是健康的 就汆燙啊 白水汆燙青菜的 對 所以今天 就來跟大家介紹一道 叫做白芝麻的菠菜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一般來講 我們到底要什麼選擇 好的水溶性膳食纖維 你要吃起來軟軟滑滑滑 或是脆脆的 其實都很適合 謝謝 那我們上面灑一點白芝麻 白芝麻有很好的芝麻素 也可以幫助我們提升抗氧化 避免這些心血管疾病 好吃嗎 好吃 可以 那我在這邊分享一下一個案例 她是一個 三十歲 三十七歲的女性 她其實一開始來看診 她並不是因為說 要看那個血壓的問題 她其實主要是看不孕 那這個女性朋友的話 她就是來看診的時候 因為她已經先做了三次的一個試管都失敗 然後她就來看診 那因為我們一出診都會先量血壓 我發現她的血壓 就是收縮壓已經超過一百次以上了 所以我就詢問她說 你是不是有一些高血壓的一些家族史 她就說 對確實她家裡就是長輩 爸爸媽媽有高血壓的這個問題 那因為她本身的話就是 她剛剛講說 因為她之前可能做過一些那種不孕症的療程 像不孕症療程 她用藥有可能也會讓她的血壓 也比較升高一點 然後再加上說她本身遺傳的一個狀況 她血壓大概140 然後大概是80到90 也沒有說真的高到說 需要立即的去介入治療 所以我就請她每一週就是量血壓 然後來給我看 就是她除了量血壓還量基礎體溫 就看她排卵的狀況 然後那時候我幫她調的話 主要因為我們中醫在調那個不孕 都是以補腎這個部分為主 那我就幫她看一些補腎藥 發現幾週之後她血壓慢慢就恢復正常了 那在這邊的話 我也提供一個穴道的一個按摩 就是我們的少粉穴 它的位置是在我們的手指 小指的壓下來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小指頭壓下來的地方 它靠的這個位置 就是大約在我們的手掌的很穩處 然後我們大概是小指頭 彎過來的這個位置 就是少粉穴 那這個穴道的話主要就是 像我們的心計 像我們如果胸悶 或是有些人心率不準 其實都可以用這個穴道來做 壓下去好痠喔 對 其實我們正確按到 它都會有一點痠 有一點脹的一個感覺 要按多久能痠 你的話就是 只要有不舒服 或是平常做保養 大概一個穴道 每次大概 按三到十下 一次的話大概 按三到五秒左右的時間 兩隻手都要按 對 左右手都有 所以兩邊都可以按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就政府進行 這個影片 那我們中包點由 去死到 一 dump 我們 초訣了 你 看看